萝卜干炒腊肉,不完米饭都不够,萝卜干温水泡发,挤干水分,切成丁备用,腊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冷水下锅,开最小的火,炒烫出咸味后捞出,锅内少油,倒腊肉,炒出香味,盛出备用,不用洗锅,倒萝卜干,炒熟炒香后,放盐,老抽,炒出这个漂亮的颜色后,下腊肉,红椒,生抽,翻炒均匀,盐锅边流些水, 萝卜干会更脆,出锅撒上大蒜叶,满屋飘香就可以出锅了,又香又脆,喜欢的收藏做起来吧